按烧庸烧康节的元慧运势 就这个黄继经事 人类历史的一个大周期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我们这个大过 就是最大的一个背景了 就是人类发展到 怎么样的大过了 那什么意思 按虚夸战杂夸战说 这个大过就是一个颠覆性的 但是前面 是三雷一 也就是说人 大快朵一 吃过之后 吃饱了撑的 就开始做事 如佛又讲 如如不动 你一动 就是轻举妄动 他不是说一定 就很容易这样 你没有经过这个 你懂得再多 能量再满 一入世俗红尘 就沦陷了 这个节你就不擅长去处理应对的 那么就大过了 他反而告诉你 力有有往 就是你可以去走 适合去走 也应该去走 你不这样怎么大成呢 大过 过得去 就大成了 过不去就小成了 那前面都是好的 那后面那没说 很多人其实就过不去了 借用保安保护 就说这个一开始 倒没什么 你在起心动念 再怎么样 都是小大小闹 想不起什么波澜 而且这个时候 你是阴的 是比较谨慎的 想法很大 当然要做很多准备 没有什么不好的 实际上还没开始真正行动 因为阴嘛 那么九二呢 他反而形容了一个 老妇娶少妻 那怎么搞的呢 我们以后看卦 如果不懂的话 你记得说 每一个谣的谣词 把他 这个谣 你让他动一下 羊谣变阴谣 就变成泽山险 那不就是一个 他对象的卦 而且 其实从阴阳 这个本贯来看 也是 这个羊遇到了阴 刚到这的时候 就产生互动了呗 那老夫娶少妻 自古都是讲的 男人成熟晚 那应该 年长一点 起个比自己小的 那你们才刚刚好 而且真正的男人 活得好的话 都是比女人长寿的 女妻男八 那么九三呢 他形容这个 一个建房子 就是说 完成一个事嘛 你要做事儿 一定要有目标 那怎么就凶呢 他在羊遥当位又有相应 怎么凶呢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好的反而不好 不好的反而好 所以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卦 则面目上边 刻下面 然后中间四个又可下了 所以你作为下面 这个一个本体 是很凶的一个卦 那九三有多凶 那九四呢 这个高高隆起 是建房屋的动量 它是急的 但是承受不起 其他的风险 因为这个九四 它具阴美不当位 没有那么刚 那九三就刚中之刚 就容易折了 那九五呢 你把这个腰一动 就变成了雷锋盒 那按说横是好的 但是上面的阴 下面的阳 这是老夫去烧起 那最后是属于灭顶之灾了 这个就很难了 那也没办法